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白和小黑都同时喜欢着女主 小白找了个机会跟女主表白 女主故意开手机放歌 假装什么没听到 小白发现 女主和小黑似乎走得更近一些了 两人时常被着自己搞身体接触 晚上 小黑果然爬到了女主帐篷里面 翻云覆雨了一夜 第二天 小白的醋坛子被打翻了 卧槽 你和小黑都发展成这关系了 也不告诉我 原来 女主虽然是学校奖学金的得主 但也是一直靠着小黑的家庭资助交的学费 小白这下总算明白了 女主选择跟小黑上床的理由 女主对小白的话感到很不爽 在河边游泳来排遣烦恼 忽然 她发现水面飘来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 私下一看 还有好多张 顺眼望去 岸边竟然安静地躺着几大袋现金 这些 也就是跳伞歌遗失和寻找的东西 女主狂喜之鱼 脑子里也飞速地旋转着 应该如何处理这笔天降巨款 一不做二不休 她确定抛弃小白和小黑 拿着钱独子单飞 女主告诉了小黑来龙去脉 拉小黑双宿双飞 一个吻 就把小黑打发得服服帖帖 尴尬的是 小白同样听到了二人的对话 对女主无比失望的同时 她提出不想年纪轻轻 就惹上牢狱之灾 得把这笔钱交给警察 女主表示 自己刚刚被学校奖学金除名 父母双亡 几人离下 经济状况是彻底崩溃的 有着道德洁癖的小白 依旧准备打电话报警 女主视之为懦夫行为 将小白手机打落下水 正当几人争执打闹之际 发现这一切的跳伞哥 已经悄悄取出狙击枪 在河对岸瞄准了他们 河面被子弹打出水花 几人赶紧逃命 连续的几枪miss后 小白被一枪爆头 还好 原来只是擦破了头皮 丛林中 一行人狼狈逃算 情急之下 他们躲进了附近一个 废弃工厂的地下通道中 跳伞哥循着散落的地上的钞票 一路跟了过来 在隧道中 女主对小黑和小白的不满 上升到顶点 对他来说 小黑就是一个 从小迷恋自己的 有钱的草包而已 没有主见 缺乏胆量 小白则是一个 不理解自己的 不跟自己站边的 苦哈哈 穷而不自知的理想主义者 面对这个一次性 改变自己人生的巨大机会 他决定好好把握 可眼前的二人 无疑是半角石般的存在 线下抛下他们 已经是不可能了 于是女主露出了 他猙獰恶的一面 什么青梅竹马的情谊 都顾不着了 他动了杀心 决定找机会 假装包裹被卡住了 用尽全力 配合赶来的跳伞哥 将小黑活活勒死 而后他假意自保 在跳伞哥尾随而至时 拿刀割断绳索 将小白活活摔死 连跳伞哥都看不下去了 他表示 你这行径也太恶毒了吧 小小年纪 真是人品败坏到令人发指 女主被跳伞哥逼到绝境 连连求饶央求 请别杀我 你要我干什么我都愿意 跳伞哥打断了 女主假惺惺的作作 对女主进行了一番心理分析 同时也简单交代了自己 以及这些黑钱的来历 正说着 一袭尚在的小白 起身袭击跳伞哥 女主将跳伞哥乱棍捶烂 接着拿手枪对准了小白 说了声并不走心的对不起后 抠动了扳机 影片的最后 彻底黑化的女主 成了最终赢家 她走出废弃工厂 墙上的涂鸦写着 上帝与我的梦想一同换命 简直是女主此情此景的 真实写照 恭喜你 节省了一个半小时 又看完一部电影 听故事聊电影 我是扁斗看 更多最新的连字幕都没的 生肉电影 我们日后接着讲 记得关注扁斗看 电影微信公众号 跟我互动哦